上回书说道,韦小宝做了康熙皇帝的替身和尚。 他在少林寺待着无聊,这天他信步走出寺门,走到了半山的枝客厅,看见两个女孩子正跟四个枝客僧打架。 哎,韦小宝一看见女孩子,他就动心了,没想到他走上前去,一看这个小哥的女孩子,他呆了。 天上的神仙,也没这个姑娘没。 她俩眼一发直,脸上的神情,一会儿笑,一会儿咬牙切齿,这个姑娘就以为她是白驰是个傻子呢。 哎,这个穿绿衣服的姑娘,就跟着和尚说:"他,他,他骗人的。 师姐呀,咱们别上当,哼,这个小法师怎么会是个高僧呢?" 这几句话说得清脆娇媚,轻柔欲容啊。 为小宝听得是魂飞魄散。 这个小法师怎么会是高僧啊? 他初考一学这个女孩子说话。 那种轻薄无赖的意思,就全都表露出来了。 两个女郎立刻沉下脸来。 四个小和尚也觉得这位小师祖是师太啊。 他们都感觉到非常的难看。 穿蓝衫的女郎哼了一声,"哼,你是少林寺的高僧吗?" 僧,就是僧。 却不是什么高僧,你瞧我这么矮,只不过是个矮僧。 蓝衫女郎双眉望上一挑。 我们听人说过,少林寺是天下武学的总会,七十二门决议深不可测,我姐妹心中羡慕,特来瞻仰。 谁想到少林寺武功竟是平平,四中的和尚更加不守轻规,油嘴滑舌。 跟市井流氓有什么区别? 叫人好失望啊。 师妹,咱们走吧。 说着转身就除了亭子,静青赶紧把他拦住了。 女师主,来到少林寺行凶打人,就算要走,也得留下真实的名号。 这可是少林寺的规矩。 韦小宝听见,静青说他们行凶打人? 嗯嗯? 韦小宝心中一动,原来他们打过人。 怪不得静青不依不饶的呢? 他再一看,静青跟静记两个人,左脸上都有一个红红的手掌印,显然是每人吃了一个巴掌。 平时韦小宝,在少林寺中跟和尚们闲谈,知道这几个芝克僧的武功,在寺中是属罪末流的,只是因为他们口齿伶俐,老方丈才给他们派到这儿来的。 支克僧呢,因为武功低,他不会轻易地跟别人动手。 而且方丈也是有话,少林寺也是有规矩的。 要不然,少林寺就变成了动武打架的场子了。 既妨碍清修,又大伪佛家慈悲无争之意。 所以一般的支克僧是不会跟随喜的人轻易动手的。 这个穿蓝衣服的女郎,她不知道其中的缘故,以为少林寺功夫也就这样,人家不敢还手,她还认为占了便宜。 把嘴一撇,哼,你们这点功夫,还想让姑娘留下师父名号吗? 你们也不配呀。 这个经济呢,刚才已然吃了苦头了。 她一看就凭着自己寺中的五个人,是拦不住这两个女郎的。 躺了这两个姑娘下山去,逢人便说,遇人便讲。 说是到少林寺打了两个和尚,扬城而去。 这两个姑娘到底什么来历,少林寺也不知道。 这少林寺的脸往哪儿搁呀? 不成,二位施主。 我们在这儿接待施主,武功低微,但是我们出家人是以和气为本的。 请两位在这儿捎带片刻。 我们回到寺中,请几位师伯师叔来,让两位见见我们武林的功夫。 说着她转身,就往寺里头跑。 这个蓝衣服女郎喊了一声,你给我站住。 这静寂气坏了,你……。 啪的一声,这静寂就来一个跟头。 原来这个女郎携过去,勾她一脚,给静寂勾趴下来。 静寂站起来,女施主,你怎么能这样? 哈哈,怎么能这样,还怎么能那样呢? 跟着她右腕望出一打。 静寂急忙地右胳膊望出一嗝,这个蓝衣服女郎左手一戴咔巴一声,就把静寂的右臂关节给摘了。 哎呀……把静寂疼坏了。 跟着,她要三下五出二,把其他三个和尚,胳膊全都给摘下来了。 四个和尚没法抵御,静寂,咬着牙,跑回寺中报信了。 韦小宝早已然吓得手足无措,不知道怎么办才好,忽然间后衣脸一紧,被人抓住了。 这一抓,整抓到她脖子这儿要害,当时她觉得浑身酸染,使不出一点力气。 她一看,穿蓝衣服的女人在自己面前站着。 她心里一想,既然她在自己面前那么抓自己好衣脸的,自然是那个绝世无双的绿衣女郎了。 啊……妙……妙……妙…… 虽然说我伪小宝让她这么一抓,就不枉在人世上走这么一遭啊,最好她在我身上多踢几脚。 在头顶上多凿我几船,就算我立刻死了,那也是滋味无穷,厌浮不浅了。 这说,她忘好一仰,这鼻子中就闻到了一阵淡淡的忧香。 啊……好香啊……好香啊…… 蓝衫女郎气坏了。 哼……这个小贼兔,坏死了。 妹子,你把这鼻子搁下来。 伪小宝就听见身后有一个娇媚的声音。 好,我呀,先挖这双贼眼。 当时她就觉得一根温软滑腻的手指尖碰到了自己的左眼皮。 哎……我说,你可卖卖的挖,可别太快了。 哎……什么? 最后你怎么抓着我,抓一辈子永远不放。 小和尚,你死到临头了,还敢跟我风言风语吗? 魏小宝就觉得幼眼的疼啊。 看着意思,这个绿衣女郎真的要挖出自己的眼珠子,她真害怕了,一弯腰一低头。 满腔的风情,当时就抛到九霄云外,跟着她双手反着一撩,她本来想什么呢,想把这个女郎的手给隔开。 没想到,这个女郎拿着拳头就对着魏小宝的后心来了。 哎哟……魏小宝一看,她这双手就乱抓。 她这一乱抓,无形之中就把海达富所传授的功夫使出来了。 就在这眨眼之间,她双手手掌软绵绵的,就抓住了那个女郎的胸口。 这一招啊,本来是逼着背后敌人缩伸,然后她一翻跟头,好骑在敌人的身上。 谁知道这个女孩子并没有什么林迪的经验,没想到让魏小宝把她的胸部抓住了。 这招式的后果可就没法想了,魏小宝手底下的不老实。 这个女孩子让魏小宝抓住自己的胸口,大吃一惊,她又觉得害臊。 双手往外这么一抖,就把魏小宝两只胳膊给抖住了,嘎巴一撑,就把她关节给呕断了。 这一招叫汝燕归超,她名字很好听,但是却是分禁错骨手的一记杀招。 跟着她一飞腿,啪,就把魏小宝飞出一掌队,啪唧就摔那儿了。 这个女孩子确实气脑极了,拔出腰间的柳叶刀,猛然间向着魏小宝的身背后,啪,就砍去了。 魏小宝赶紧一打滚,就滚到了这石头桌子底下,这女郎一刀就砍到地上了。 火星四剑呢,跟着她左脚望出一踢,就把魏小宝从桌子底下踢出来了。 穿蓝衣服的女孩子就喊上了,"师妹,可不能杀人!" 绿衣女郎就跟没听见一样,紧跟着钥匙一刀,使尽全身之力,就砍到魏小宝的后背之上。 哎哟,我的妈呀! 喊,啪啪,又两刀。 砍得魏小宝这疼啊,幸亏身穿宝衣,没受到那一伤。 这个女孩子还要砍。 蓝衣上的女郎赶紧抽出刀来,撐着一声,就把手中的钢刀给她割住了。 快走,这个小和尚活不了了。 道底她大一点儿啊,她一想,少林寺庙里的人,让妹妹给杀了,这祸闯得可不小啊。 穿绿衣服的女孩子受了这么大的侮辱。 要以为已然抱着仇把这个小和尚杀死了。 她又害怕又害臊。 突然间,眼睛流出了泪水,手臂一弯,拿这口刀就奔自己脖子上抹下了。 她姐姐大吃一惊,赶紧伸手去搗。 虽然把刀刃给挡开了,但是刀尖仍然划到这个女孩子的脖子上,鲜血就冒出来了。 师妹,你,你这是干什么? 哎哟,扑通一声,这个女郎眼前一黑,就晕倒在地上了。 穿蓝衣服的女孩子把钢刀扔在地上,抱住这个女孩子。 妹妹,师妹,你,你可不能死啊。 就在这时会儿,有人说话了。 阿弥陀佛,快,快来救人。 穿蓝衣服的女孩子一抬头,救,救不了了。 就在这时会儿,一只手从她身背后伸过来,手指啪啪啪,几下就把这个女孩子流血的地方给止住了。 救人要紧,姑娘,你可千万不要怪弃。 然后扯下衣服,就把这个女孩子的脖子包住了,俯身就把她抱起来了。 穿蓝衣服,这个女孩子不知怎么办了,站起身来,一看。 身旁站着一个老僧,这个老和尚,挺长的白胡子,依然垂到修前。 老和尚抱起自己的师妹,快步就奔山上跑。 她赶紧在后边追,这个老僧人就抱着她的师妹,跑进了少林寺的山门,她也就赶紧跟进去了。 尾小宝这时候才从桌子底下钻出来,但是两只胳膊依然不属于自己了。 这垂在自己身旁,一点劲儿都没有。 哎哟,尾小宝心说,这个姑娘好狠哪。 干什么,她要抹脖子了? 她要真死了,我可怎么办呢? 我呀,我还是他妈的逃吧。 哎呀,她稍微静下来,一想这个姑娘的绝世容颜,她心口一热,不成我是不能逃她,我非得去瞧瞧不可。 她往前走一步,两只胳膊就聚疼了,额头上的冷汗就跟黄豆一样,一滴一滴地往下流。 她支撑地一步一步上了山,走进了山门。 寺中十几名和尚出来,赶紧就把她扶进去了。 尾小宝跟四个和尚都让姑娘给卸了关节。 擒拿跌打,是少林寺武功所长,立刻就有僧人替他们把戈备承诺接上来。 这个尾小宝迫不及待地想瞧瞧那个女孩子,那脸跟女施主呢? 这些和尚不知道尾小宝是什么意思。 太师祖,女施主在东院陈房呢。 啊,啊,带我去看看。 尾小宝刚绕过回廊一看,八名僧人手持戒刀,迎面奔自己走过来了。 这八个和尚是少林寺戒律院中的执事僧。 前边这位,见着尾小宝,孤身一礼。 师叔祖,方丈大师有请。 啊,我知道,我知道。 我得先瞧瞧那个女施主,看她是死是活呀。 师叔祖,方丈大师在戒律院中相后,请师叔祖立刻就去。 啊,他骂她。 我要去瞧瞧那个美貌的小姑娘,你没听见吗? 啊,因为尾小宝平时脾气非常随和,现在他真急了,他在少林寺中也竟然破口骂人。 这八个和尚,你瞧瞧我,我瞧瞧你,也不敢拦他。 当时四个和尚就跟着尾小宝,另外四个和尚去传禁记那四名知客僧。 尾小宝来到东院陈房。 啊,这个小姑娘,她会不会死啊? 有一名老和尚,马上回禀,启禀师叔,他伤势不重,小僧正在救治。 啊,死不了,那我就放心了。 尾小宝一抬头,可把她吓坏了,这个穿蓝衣服的姑娘正在门前站着呢。 蓝衣女郎用手指着尾小宝,就是这个小和尚不好。 尾小宝冲着伸了伸舌头,呆了一会儿,就是不敢迈步进去,只好转身,就奔戒律院来了。 他走到门外一开,院门大开,几十个和尚身配架杀,在两旁边站着神情素揽。 压着他过来的,手里拿着戒刀的,慎明和尚齐声说,启禀方丈,慧明圣传道了。 尾小宝一看,他亲说,你们这是大老爷,开堂审犯吗? 他奶奶的,拜什么臭架子。 他走进大堂,一看,佛像前点了十几根大蜡烛。 慧明禅师站在左边,要边站着一位老僧,身材高大,不怒而威,这个人就是戒律院,守座,诚实禅师。 静姬静卿,这四个知可僧早已然传来了,站在下手。 慧聪禅师就说了,师弟呀,拜过如来。 慧小宝赶紧跪下,参见如来。 慧聪等他拜完之后,他站起来了,就说。 半山亭中之事,相凡师弟向戒律院守座说明。 哦,慧小宝明白了,这是少林寺中有什么事儿,还得上这儿比庆头了。 啊,是这么回事儿,我呀,没事儿呢,走出山门,我溜达溜达,我听见他们在那儿打架,我过去瞧瞧怎么回事儿吧。 那我也不清楚,这不是,哎,静姬,你说。 静姬呢,就把刚才发生的情况一五一十,详细的说了。 承直禅师就问,那位女施主冲手打你,说使的手法如何呀? 静姬静青,两个人都低着头,啊,弟子没看清楚。 承直要问那两个和尚,你们没挨打,应该看到女施主的手法身法的吧。 这两个和尚,也低着头,啊,只听见啪啪两声,两位师兄挨着打,那个女子,好像手也没动,身子也没动。 承直禅师听到这儿,看了一眼,慧冲方丈,就等候方丈说话。 老方丈想了想,就跟执事僧说,去,请达摩院,班若唐两位手座过来。 时间不大,两位手座先后来了。 达摩院的手座是承心,就是在五台山,去救老皇上的十八罗汉之手。 班若唐的手座呢,叫陈冠,这个陈冠禅师,已然是八十开外的老和尚。 两位和尚见了方丈行了礼,老方丈就说了。 有两位女施主来本寺生事,不知道是什么门派。 两位博之多闻,请共同参详。 当时又把经括说了一遍。 达摩院的手座,诚心禅师,听完了就说。 此名失职,全都没看见他出手。 可是两个人脸上都挨了一掌。 这种武功,本派千叶手中是有的。 武当派,回风掌也是有的。 昆仑派,洛艳全,空同派,飞凤手,也都有这样的手法。 哦,老方丈慧聪点了点头,就是单凭这两掌,瞧不出他的武功门派。 他说到这儿,他又问伟小宝。 师弟,你要怎么跟他们动的手呢? 那个穿蓝衣服的姑娘,她把他们四个人的,那都全都给摘了。 那,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啊? 伟小宝他根本就说不上来啊。 慧聪没有办法,又详细地询问了斯克·芝克森,这芝克森就连说带笔划地,掩饰了当时的情景。 诚心禅师,看过之后,又挨着个儿地仔细讯问了这个女郎的手法。 最后又问伟小宝。 师叔,那个姑娘又怎么把您老人家的双臂给折断了呢? 哎呀,那我老人家,这后衣领让那个美貌姑娘一把抓住了,当时我全身又酸又麻,她就抓我这儿,哎? 哦,诚心点了点头,师叔,那是大追学,是人生的要学。 我老人家啊,让她抓住了想反手隔开她手臂,没想到,她一拳被我耗心打来了,我老人家急了,反过手就乱抓,在她胸口中抓了一把。 这小姑娘也急了,弄断了我手臂,把我摔在地上,提刀乱砍,快骂她,杀人不要本钱,她一心一意,要谋害亲夫,想做小寡妇。 哎呦,这些和尚长这么大,也没听过这话呀。 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。 诚心,走到尾小宝身后,伸手一笔,哎呦,她看见了,坐在尾小宝后心的胸衣上,有三道刀痕,不由得大吃一惊。 到底,禅士如何处理此事,下回再说。